欢迎来到新闻现场来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投入2012总统大选之后 丢出了一颗震撼弹 他说如果当选的话呢 他2025年要全面废核 核一核二核三场呢 如期退役 而这个核四呢不商转 那么话才说完立刻引发了争议 蓝军痛批他是政策白痴 因为这个核四不商转呢将成为台湾最大的文字馆 而立委郭素春则表示 如果蔡英文说到做到的话 他愿意替蔡英文提皮包 来到指南宫虔诚参拜蔡英文的总统之路 刚起步就先丢出震撼承诺 如果当选2025全面庭核 我们希望在2025年 我们可以让核一核二核三 能够如期的退役 那么同时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应该全面性的来检讨 我们是不是要让核四商转 我们一定不是2000年的情况 我们在今天面临到我们的电力供给并不缺乏 蔡英文使用核四停止商业运转的字眼并非停建核四 由一旦化2000年扁政府停建核四引爆的政治恶斗意象 但这个主张马上让蓝军炮身笼笼 那蔡英文真的是没有头脑嘛 从这里看出来啊 蔡英文真的是一个政策白痴 这不但是您也不但是我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对这种不合乎逻辑的 简直是朦胧的云雾笼罩的说法都会摸不到头脑 蔡英文掀起敏感议题 党内初选对手苏贞昌 则巧妙闪避一贯的非核家园主张 回应不能说费就费 凭初选 蔡英文抛出核四不商转 2025全废核 主导议题 却也是招显棋 周园圈郭先生 刘晓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